教育部体育署宣布举办首届国小足球世界杯 现场邀请花式足球街头艺人大秀公立 让小小球员都站起来看得目不转睛 体育署仿照世界杯足球赛 将从全国的参赛队伍中选出男生40队 女生32队晋级全国赛 明年我们会进行决赛 决赛完之后我们会邀请国际上的同年龄的足球 再来台湾比才是真的叫做世界杯 今年报名的431队 总共来了有一万多个小朋友参与这样的活动 也代表有一万个家庭在参与这样的足球赛事的活动 所以其实台湾的足球是非常非常活跃的 各县市出赛将从12月19号起开战 高俊雄也为22个县市代表授旗 我想得第一名 希望下次比赛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就是参加这次比赛让我很开心 希望拿到第一名 台湾每年举办中等学校及大专足球联赛 今年加入6到9岁的迷你足球赛 以及10到12岁的国小世界杯之后 也代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四级足球赛事正式完备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陈波维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